詞曲 李宗盛 曲 李宗盛 非常地法喜充滿 看到我們會場布置這麼莊嚴 今天呢 要首先對傳承祖師常駐三寶 做吉祥的慧供 在佛法講所謂的上供諸佛 下施有情 就是上供十方三世的諸佛菩薩 集聚廣大的福田 下施六道一切如模有情眾 這是修學顯密佛法 它不可或缺的環節 也是積之盡障 非常重要的修持 今天要跟大家講解 重要的佛法的見地 那就是我們佛教 《金剛聖大圓滿法》的祖師 被佔譽為蓮花生大士之後 第二佛陀 這位大學者 大福藏師 就是龍青八祖師 也稱為無垢光尊者 龍青八祖師呢 他在龍青七寶藏 如意寶藏論 他有開示道 想要修學佛法 特別是無上密法呢 除了要具足八種閒暇 十種圓滿的要件之外呢 還要具足我們今天 要一起探討研究的 《戰緣八五俠》 以及《心絕八五俠》 這十六個要點 前八個要點呢 《戰緣八五俠》 就是由愚昧 我們眾生有很多的愚痴無名 多生累劫的業力息氣 導致愚痴暗頓 由這些諸種的原因 引起的暫時性八種無瑕 無瑕是什麼呢 沒有時間 沒有閒暇 暫時你沒有這時間 還有閒暇來學佛修行 八個要件 一講很多人都中了 好像就在講我 確實現代人越來越忙碌 大家都說我很忙 可是你想一想 它有忙碌後面殘酷的一個事實結果 是什麼呢 你忙碌你具足暫時的八種無瑕 或者心絕八五俠 心絕八五俠就是在你心事跟佛法的因緣斷絕 在你沒有改善後面要講的八點以前 你不可能來學佛修行 你也不可能成就解脫道或無上佛道啊 所以殘酷的事實 人壽百歲 百年之後呢 你要進入無知的境界 就是無休無止的六道輪迴啊 也就是說你有以下的十六條 輪迴就有你的份了 所以這非常的嚴肅啊 受持密聖的皈依 你如果有以下的十六點 你就算皈依了 恐怕也到夜難成 所以大家要不要好好的注意聽 用心聽啊 第一先講由愚昧站起的八五俠 這個是屬於大圓滿前行的教法 將來大家有緣修持大圓滿 這也是你必修的 占元八五俠第一條 叫做五毒出眾 哪五毒貪嗔痴慢疑 這五項你如果有就是中毒啊 中毒就是要解毒 不然你會沒命 你是活得好好的怎麼會沒命啊 你會斷掉會命啊 比你失去生命還要可怕 還要可悲啊 所以就是比如說 現代人最多的貪心很重 貪貪 貪色 貪明 貪力 這些東西 你如果是非常的執著 現逆太深 對自己絕對沒有好處 或者稱心很強啊 你看就連來學佛的人 在道場稱心極強 看這個人不順眼 看這個事情啊 就不痛快 什麼事情啊 就是溢於眼表的不歡喜 不然就氣在心裡啊 像這樣子很難修行 早晚啊 東碰西碰 碰到了一個比較大的事情 就不來修行啊 相當的可憐 再來就是邪見眾與恥 我們來學佛修行的人 來接觸佛法的人 皈依法就是要依止佛陀的正法 有人已經三皈依 四皈依以後 他還要隨順自己 還有俗世的邪知邪見呢 像這樣子你的皈依 你的依止就看不到任何解脫的功德力 再來五讀就是傲慢 這個傲慢就是有成就 那就很容易有傲慢心 有的人沒什麼成就很困苦 他仍然很傲慢 焦慢的不得了 這樣子呢 就是障礙自己的法源 障礙自己的解脫道 自視甚高 自覺與眾不同 這都跟佛法的平等心 清淨心呢 就是相去甚遠 所以有這個問題 一定要立刻對峙 再來就是懷疑心 懷疑是什麼 對佛法的不深信 對因果的不深信 就是相信 覺得佛法還不錯 但是你說相信到內心裡 遇到很多的現實圓境 佛法可以變成你的第二順位 第三順位 比如說佛法跟賺錢的機會 你選哪一個 大部分的 那佛法慢慢來 我先賺錢了 就是說你今天要來學佛修行 但是有一段感情 可能會讓你無法學佛修行 或延遲學佛修行 很多人說那我選擇感情 學佛修行再說 是不是 對佛法不能深信 不能相信說佛法是你人生中 生命中最要緊的一件事情 其他的事情都特別要緊 佛法可以再說 對佛法有疑心 我這樣修真的會成就嗎 我這樣做善事 真的對我是那麼樣的重要 有好處嗎 像這樣子的疑惑煩惱啊 海水一潑一潑潮來潮去 此起彼落 弄得自己心七上八下 終究倒夜難成啊 所以像這種貪嗔吃慢儀 五毒很出眾的 哎呀就是 會有什麼現象呢 對自己喜歡的人 特別喜歡 對自己反感的人 特別厭惡 自己愛吃什麼 拼命吃 拼命吃 你看特別 我們同修有這個 夜障病的 你看看一問之下 比如說你的肩膀痛啊 五十肩啊 怎麼看病都不好 一問之下 我這輩子最喜歡吃雞翅膀啊 只要有雞端上來 翅膀就是我的 所以他兩隻手都抬不起來啊 你只要盯著一件東西 一直吃一直吃 或者是你只要執著一件不好的事情 一直做一直做 它都會形成相當深重的業障 這個是特別要小心 你比如說好賭的人 一直賭一直賭 終於這個賭博成為他 生命中最大的敗筆 妻離子散 夾破人亡啊 或者這個人 特別喜歡喝酒 一直喝一直喝 什麼酒都拼命喝 終於這個酒啊 誤了他一切的正事啊 所以很多東西就是說 你不要中這個五毒 這個東西是應該淡化 到最後是放下 最後是遠離它的 也可以說學佛修行 看自己有沒有修 修得好不好 看自己對五毒 這五件東西啊 有沒有深陷其中 有沒有中毒太深呢 心懷五毒的人 雖然也有修行的念頭啊 也有一點善根 也來接觸 也來聽聞佛法 但是由於深陷五毒之中 剛才講中毒太深 中難自拔 掉到五毒的冤手裡面 你出不來啊 人生有這麼短暫 你看把時間都錯過掉了 所以像這個貪明的人 喜歡重面子的人 重形象的人 或者就是有的人來學佛修行 做錯事被人家給護持了 某某人你犯戒了 某某人你什麼事沒做好 很愛面子很執著我像 心裡也有傲慢 也夹雜著稱慧 你看這五毒的中和症狀 這種狀況起來 他就不學佛 只因為沒面子 其實這沒面子 就是貪嗔痴慢疑 五毒的併發症 貪嗔痴慢疑重 我值就強大 我值強大肯定六道輪迴 沒有辦法了無空心 像這樣子的人 就是難以自拔 被惡液牽引 缺乏自在清明的自主力 很難修行 再來 占元八五修第二條 叫做 愚昧 無知 有一種人 很愚昧 缺少智慧 但是也有機會來接觸佛法 可是你只要教他一點點的道理 他也聽不懂 或者你就教他 前面已經教了三個道理 他學第四個道理 前面三個就忘掉了 所以 常常我們在說 學佛修行啊 根氣啊 智慧要好一點的 學得比較快 他會強記 不忘 告訴你啊 就是要持戒 再來要發心 再來要急之進障 再來要如何如何 這些要點 你一教 他不但記住 而且修在自己的相续當中 修在自己的身口意上面 變成他的生命 這些根氣就高 教你一 把一忘掉 教你二 二又忘掉 非常的愚痴 非常的這個就是 智慧短淺啊 這個歷史上呢 佛陀的弟子 周立盤陀且 就有這個問題 但是這樣的人 經過善知識的引導 自己慢慢發心修行 事實證明 周立盤陀且 最後也正阿羅漢國了 佛陀教他掃地 念掃除成垢 他念掃除就忘掉成垢 念成垢就想不起來掃除 智慧這麼差 最後慢慢移導 他出家持之以恆 也正阿羅漢了 那他是什麼惡業因果呢 過去生引法 把佛法隱藏起來 過去生啊 他是一位精通三藏的大法師 但是知道佛法這麼好 自己辛苦修行啊 才有這樣的程度 吝嗇給人說佛法 不想弘法 所以把佛法引在自己的相須內 來世 現前當來投胎了 變成一個愚昧無知的人呢 都是有報應 你看過去三藏法師 今生也愚昧無知啊 你看不是學佛就沒有因果報應啊 學佛一樣難逃因果報應啊 學佛的優勢在哪裡 學佛的人就懂得造善因的善果 不造惡業因緣 就不會有惡業果報 這是學佛的人啊 最大的優勢 也是學佛的人的智慧 再來第三叫做 為惡之士所奢侈 或者叫為魔所奢侈 惡之士和魔有沒有連線關係啊 現世為惡之士 來世就躲在魔的境界中 現在你做的事情就跟魔沒有差別 就斷人會命引人入邪魔歪道 你看有很多人就是為了學佛修行 他去尋找到處參訪很多的善知識 聽說哪一個老師哪一個師父很好很殊勝 他就去參訪去尋找 這也是好的動機啦 但是呢 就是可能本身他跟這個惡之士素士有惡緣 所以我常常對學佛的人說 不要到處亂跑 亂看亂拜亂參加 所以很多家長聽了這句話 他的兒女要來學佛 他就說不要到處亂跑 亂看亂拜亂參加 正信的佛法可以參加 要盡量參加 邪魔歪道不要去亂看亂拜亂參加 這個要弄清楚 像這個有的人為了找自己的師父 但是呢 就遇到了邪師 這個他就是自稱為 我是某某大師 我有什麼成就 像在以台灣來講 很多人都說 他的成就啊 有多麼高高過釋迦摩尼佛 造這種大妄語 或者比較謙卑一點的妄語 說釋迦摩尼佛的境界 2500年來啊 只有他才有 意思是說他跟釋迦摩尼佛一樣 像這種妄稱自己有什麼大成就 大正量的人啊 這種惡之士比比皆是 像你去親近到這些惡之士 他的見解理念行為偏離正道 講的道理啊 無從考證似是而非 就他講這個道理 你在佛陀的經典上 祖師大德的這個論柱上 找不到的 我也常常跟來學佛 或我的弟子說啦 我跟你講的佛法道理啊 如果在佛陀的經典上 就是違背 抵觸 你立刻可以離開 這就是不如法的 你立刻不用在這裡學習 但是呢 二知事他講的 都是自己發明的 對眾生的習氣 投其所好 講一些一般人愛聽的 比如說 修行不用持戒啊 這個吃肉 沒有持五戒 也是可以成就的啊 諸如此類的 講這些奇奇怪怪的道理 但是偏偏你跟他有這種孽緣 你就相信了 你就接受 甚至就是把自己的親戚朋友 死心塌地的找去追隨 那真的是麻煩很大 為什麼 結了一點這樣的緣 今世結這個緣 未來是還會因緣即會啊 那當來再見面的時候 又要害你一次啊 所以在尋師訪道的時候 以我個人而言 我自己在尋師訪道的時候 我是跟上天誓願 要一生行善弘法 希望讓我有學佛修行的機會 這樣子 我不久以後才開始正式學佛 很多人沒有那個福氣 會遇到自己生命中的善知識 生命中的善知識 跟算算命 通靈 那個不一樣 所以不要搞錯了 生命中的善知識 他會告訴你 什麼是正確的言行 價值觀 什麼是偏差錯誤的 你不要去做 會有什麼不好的後果 然後引導你入解脫道 永出輪迴 那這才是真正的大善知識啊 能夠給你算算命 通靈一下 或者給你氣功 灌灌氣 讓你身心舒服一下 這個都未必是真正的善知識啊 所以這個就是我們一定要知道 像這種惡知識 你追隨它 大部分會由共業因緣 一起墮入惡道 第四叫懈怠善慢 懈怠善慢的人 偶爾有學佛的念頭啊 但是由於太懶散了 常常你邀他來學佛修行 他就說今天太忙了 今天沒有時間啊 我家的碗還沒洗啊 像大海一樣啊 我家的衣服像高山一樣啊 都沒有人洗啊 我哪有辦法去 然後像這樣 藉口裡有一堆 沒有辦法 他說哪裡有辦法修啊 改天啊 像這樣子 時間一天一天的過去 學佛修行是在生命中 每一個當下 生命有機會聽聞正法 有機會修學正法 你就不可以錯過 像有的人 就算你已經來歸一佛門 成為佛弟子 每天早晚定課不做 上供下施不修 上供諸佛菩薩 下施啊 六道有情 下施起碼做焉供 或者很多的施施法 你就是不做 不修上供下施 如何積聚福德呢 如何廣結善緣呢 所以像這樣的人 就是修學啊 多年下來啊 那個他的家庭佛堂上面 都有蜘蛛網啊 都有很厚的灰塵 所以真的是不知道在修什麼行 再來呢 就是說 對冤親在主解冤世傑 像我們道常講 要做專案 針對性的 跟冤親在主解冤世傑 不努力 不相信 七支共戰就講啊 罪聖三寶我歸一 一切罪業皆懺悔啊 你進入佛門 歸一三寶以後 開始要懺悔一切的業障 龍術菩薩十方共主啊 一生修懺悔行 你看看我們的根器 有比龍術菩薩好嗎 人家多積極努力的修懺悔 阿底霞尊者在老年的時候 因為啊 就親慢過成就者 度母視線 要他用叉叉做小佛塔 他在老年的時候 年老力衰每天晚上去 用泥巴啊 用這個法藥來做佛塔 你看看 用這樣來懺悔業障 連我們這個同修 在專案回向 愛做不做 沒有辦法 你這麼喜歡跟 跟緣情在主在一起啊 你這麼喜歡跟他共處啊 哇 那你恐怕你也沒有那個能耐 緣情在主常常在你家裡 常常在你身邊 甚至在你身上 不是生病 就是精神有問題啊 千萬不能小看 所以既然已經學佛修行 不要啊 當兒戲 再來 就是 第五 叫 惡業 湧現 惡業 煩惱啊 就有些人 偶爾會發一點精進心啊 但是呢 因為 見解 偏離了正法 他有學一點佛法 但是自己啊 胡思亂想 四字變衝 很喜歡亂講一點 似是而非的道理 比如說你勸他說 我們不要殺生了 我們吃素吧 他說我吃素啊 你吃素 你吃魚 你怎麼吃素啊 他說魚就是喝水的啊 所以它是吃素啊 對不對 你喝酒呢 酒也是素的啊 這個是水果酒啊 講一些歪離邪見 傲慢 不得了 像這樣子的 一點善根都沒有 像這樣子的人 常常久了 他的醉業障礙就是很重 當他的這個醉業累積 忽然現前像大海一樣 潑濤洶湧滾動而來啊 他學佛修行的時候啊 就會有很大的衝擊痛苦逆緣 所以很多人來學佛修行 你特別做八大行業的啦 以前有沒有做過八大行業的啊 你以前造業的時候 那些業障啊 他會一波一波的現前 當他現前的時候 你就修不下去 修不動 像這樣子啊 有特別音樂 大的沙業 大的營業 販毒的 再講細一點 如果你有做這個很抱歉啊 就是你賣酒賣煙的 做這個老鼠 老鼠藥啊 殺蟲劑啊 魚鉤刀 像這些啊 你專門生產這個 去祝園殺生 你要修行很辛苦啊 要發大願 要忏悔前夜 你才修得動 這個就是 你不然的話你 一修你就知道 除非你去那個道場 美其名為道場 其實根本沒有實修的地方 那你可能就待得蠻輕鬆 如果你稍微一實修 一靠近解脫道 障礙立刻就來 這個就是你到時候就知道 趕快懺悔 第六 被人所轉 受人控制啊 想要學佛修行 生活上處處受人控制 不能自主 也就是說 先生想學佛 太太說你要陪我啊 怎麼老學佛啊 過兩天你會不會出家了啊 很煩惱啊 太太學佛先生說 奇怪我娶你 是不是讓你去佛堂的 很多狀況都有 被人家給控制著 小孩干涉大人 大人限制小孩 情人障礙互相限制 或者你好不容易 要來學佛修行 生發一點點善心 你很雀躍 告訴你的家人 告訴你的同事朋友 他立刻毀謗你 哎呀 這個是錯誤的啦 那個不要信那麼多啦 那個是騙人的啦 他根本不懂 講話也不負責任 也沒有考察探究 就這樣跟你亂講 那你這個發心非常的微小 一下就折損 被人控制啦 所以你看很多人喔 無論在家裡在職場 你要學佛 老是有人跟你說 不要去了啦 小心騙你啊 你上當啦 這樣講那樣講 講久他就不休了 為什麼 他說那乾脆不要去 比較清靜一點 對不對 我老去 人家旁邊的人老吵我 老干擾我 你看要修一點布施 像這個假如說 我們明天有個叫布施 他邀請你啊 要不要發心 你就說要發心 要發心 哎呀 你那個錢 你一個月薪水才多少錢 你發心這個沒有啦 就說回來了 你講老修行講不動 你比如說 我明天我也有發心一部分 你講我你就講不動 你講我 你講完 我再發心 為你的口業發心 你講我會有這個效果 我不會被你講動的 那種初發心 你一講它 它的發心就被你毀了 造很重的口業啊 你看 未成佛道 出入佛門 先修布施 對不對 他好不容易什麼行都不能修 也不能持戒 也不能深入經障 更不能有什麼樣的閉關 禪修 就只能隨喜發心做一點善事 劫佛緣消業障 都要被折損 真是很可憐啊 什麼通通都沒有了 是不是 所以你看這個 凡夫跟修行人的境界 真的有差別 我們常常誦經 誦到 地藏菩薩本願經 都知道地藏菩薩前世 是光木女 對不對 做這個光木女的時候 她怎麼超度她母親啊 地藏經很有名啊 電影都拍成無間道 無間道 這個無間地獄的名詞 就是從地藏經出來的 對不對 它就形容 做這個壞事的人 將來要下去無間道 光木女她怎麼救母親 那現代人聽起來 那就是 頭腦是不是沒有想清楚啊 她變賣家產 把家裡全部值錢的賣掉 為了救母親 你看看 現代人跟真的要學有沒有差距 有差距 但是學佛有次第 初修的人沒有這個發心 沒有這個理解和智慧 你不能叫他做這樣的發心 這不是他剛修可以做到的 你看我們念經的時候 如是我聞 一時佛在奇數己孤獨遠 有沒有很熟悉啊 很多經文開始都有 奇數己孤獨遠 什麼意思啊 奇數是奇陀太子 就是孤獨呢 叫己孤獨長者 己孤獨長者這個老人家 要請佛陀去講經 佛陀說要有一個地方 就像我們今天來這個地方 有一個地方可以講經 結果呢 他就是這個己孤獨長者 就看到奇陀太子的那塊 那塊地啊 那塊陵圓啊 就說我要買這塊地 請你賣給我 奇陀太子說 我不賣 除非啊 你用黃金鋪滿我這個陵圓 我才賣給你啊 己孤獨長者為了請佛陀說法 真的去變賣家財 湊出黃金鋪滿了整個陵圓 奇陀太子只好賣給他 然後問他 你為什麼要花這麼多錢 付出這麼多代價 請佛來 請人家來呢 這個人是誰 他說這個人是佛陀啊 奇陀太子一聽佛啊 那這個土地上面的樹啊 算我的功德 算我發心 叫奇樹己孤獨圓 是這樣子才有一個讓佛講經的地方啊 大家聽了就覺得 哇 好了不起啊 好讚嘆啊 你知道己孤獨長者 這個老人發心變賣家財 來理請佛說法以後 發生什麼事嗎 他和他太太兩個人快要餓死了 去當乞丐啊 佛經上有這種感人的典故 我們要知道 為什麼 人家是怎麼修的 我們現在修不到 但是要知道 不能不知道 我們現在可以慢慢修 但是有一天也要達到 己孤獨長者多生累劫 貧窮的業障 在那一世完全消盡 他沒有在後面的輪回 他去了 他去了 人道 他已經不能受生的境界了 往上面去了 所以一般聽到大德 把修行人的行止 我們很敬仰 但是做不做得到 不一定 但是要盡量隨喜去做 把握時間做 為什麼 你二夜擊中一次現前的時候 可能你會命都斷掉啊 再來 再來 第七啊 求樂 救部 這求樂 救部 是什麼呢 就是有的人 來 學佛 他 不是為了 求解脫 不是為了 弘法 利益眾生 他是希望自己 可以得到快樂 得到健康 得到有錢 像這樣的人 多不多 很多 這樣的人 你會告訴他 這好像條件交換 條件交換一樣 我念十部經 我可不可以跟佛主求 我可以升遷當經理啊 那我念二十部經 有沒有辦法再升一級啊 他不是求解脫的 他是怕自己生活會有困苦 會有災難 想要消災化解來的 這個叫求樂 求現世的安樂 救部 救種種的部位的情境 這種動機來學佛的 擔心失去 食衣住行 種種的福報 富足 擔心遇到災難病痛 或者生命的災結 這樣來 這樣來修行呢 不會真正學到佛法的精髓 他只在乎自己過得好不好 好 這樣子啦 像這樣子的呢 這叫戰元八無瑕 第七條 第八條呢 偽裝修行 偽裝修法 假裝修佛法 好像很清高 好像很有修養 其實啊 一點都沒有啊 很多有錢人 他會捐款啊 捐款他就希望人家表揚他 最好啊 登報 最好在電視上講一講 某某人捐多少錢 大善人呢 然後呢 他這個捐款呢 其實很多的動機是為了結歲 對啊 這也不是說完全不好啊 就像這樣的 假裝在修行的人 他不是真布施 但這樣的捐款是善中有惡的 有自己的私心私欲的 或者假裝啊 我現在哪一條念珠啊 假裝很有修 或者有的人嘴巴跟你聊天 動不動就是佛法 動不動就是因果夜報 或者背了一點佛經 到處秀給人家聽啊 只是想得到別人的推崇 別人的讚揚 換幾分的虛榮感 這都是假修行呢 修著修著 也有人修到最後 包括出家人 在家人都變成假修行 有沒有用心在佛法的修正 沒有啊 有沒有想弘法立生 那更別說了 像這樣子呢 他完全不可能成就道業 這就是前八條 就是佔緣八無瑕 由愚昧佔起的八種無瑕 那後面呢 還有八條新訣八無瑕 看起來今天的時間不大夠用 那下次有因緣 我們再來一起探討 阿彌陀佛